好吧 那那個各位 我在那個香港這一趟是有講一個Lighthand Talk 然後 該怎麼說呢 總之 總之現在就重演一次就好啦 因為沒什麼時間準備 對 完全是個重演的狀態 但是 這一場會比較特殊啦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場我會用中文講 為什麼會用英文講 對啊 那我在香港分享的題目是這個Cost Cup 然後 What Why and How 那 前面有簡單的自我介紹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圖 為什麼 壞掉了 Why 有耶 這邊有 那為什麼那邊沒有 有有好 OK 那我是波強 然後 因為我不小心贏了一個一個隨身碟 所以我說他們可以叫我The guy who won the red USB driver 那 真的 真的不太會有 好 我就 我就把它放大好了 我其實在蠻多地方工作的 所以就有這一頁 那反正大家都跟我比較認識 所以我就跳過了 那我很久以前有做一件這個T恤 但是它已經絕版了 附帶一題 這個T恤全部只有兩件而已 然後一件應該還在我家的櫃子裡面 另外一件隨著前女友去了 所以當然不能 不能把它打回來 好 然後我在那個前幾年有做CostCub的總招 所以 這邊是聊一下說到底CostCub是什麼東西 我先問一下這邊的各位有在聽我講話的 你不知道CostCub是什麼舉手一下好不好 不知道 好 謝謝 感謝各位的配合 不然沒辦法繼續下去 你知道 那個相聲就是需要有捧梗的跟豆梗的 好 那CostCub是Conference for Open Source Coder Users and Promoter 那這三個是CostCub裡面算蠻重要的三個 角色 三個元素 那 這三個元素它 分別代表了一些東西 那總之 這三個元素我們希望他們幹嘛呢 我們希望他們在CostCub裡面可以 彼此互相遇見 遇見你新的朋友 舊的朋友 那總之可以在這邊可以好好聊聊 那可以在這邊分享 那可以在這邊學習 以及可以在這邊發表一些新的東西 那比如說 你可以像宅本橋來這邊分享新的Service 你可以像 香港的Tiny Boy來這邊分享他對 3D印表機新的設計 你也可以像PC Man一樣來這邊分享新的 Desktop的那個Environment 你也可以像Fred一樣來這邊分享退學宣言 第一個在國際舞台上發表退學宣言的人 那更重要對我來講 其實是就是 這是一個大家可以很歡樂的地方 其實我在找CostCub的照片的時候 我找到好多好多張這種東西 一旁邊是笑容比較容易吸引大家拍 那二旁邊是其實也代表說CostCub真的是一個比較歡樂的地方 那CostCub的參與人數從2006年開始 其實是一路增長到今年已經是差不多1800 預估1800到有可能會也差不多這樣子 依照我們過往的比例來看 那所以我覺得啦 Conference是一個 CostCub Conference是一個Conference of Open Source的Community 那附帶一題就是 從開賣到收落 我這邊有一個歷史的軌跡 在前兩年的時候 你要花上幾天的時間 去把票給發光 那後來在往後面三年 要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把票給發光 再來是幾分鐘 那最近的三年基本上都是60秒 真的會玩瘦 有點可怕 那為什麼要做CostCub呢 因為 有一個歷史在 那在1999年的時候 講一講好像很久 據說今年CostCub已經開始 會有19XX的那個 不是 就是1990的那個工作人員參加 你想想就是在9年就會有 在你出生的那一年的時候 有一個什麼時候會 這句話出現 有點可怕 那1999的時候有一個叫做Open Source Workshop 它是中研院跟一群 喜歡Open Source的人一起辦的 那後來他們就轉型 那到2001年的時候 有成立了一個叫做軟體自由協會 這個協會或許各位有聽過 那他 弄了一個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en Source 就是iCourse 如果你有聽過的話 那到2006年的時候 因為一些說理念不和好的 所以他就跟很多Open Source專案一樣會Folk 自己Folk出去變成另外一版 然後就叫做CostCub這樣 那CostCub的本質上就是大拜拜啦 大拜拜 那大拜拜是什麼意思 大家都會中文說我就不理了 對大拜拜 所以我在那邊還有 Everyone大拜拜 Repeat at me Ross Ross Ross在那個在聊天 我們先等一下 對 那CostCub還有 因為這麼久的大拜拜之後 就是人變多了 所以CostCub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功能 就是要Promote Free Culture 順便 對順便 那所以 剛剛那兩個原因 以及後面的 剛剛slide有的這一堆東西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CostCub是一個conference for Open Source的community 那我們怎麼一起作業呢 其實CostCub是人很多 我打比方 我不要說打比方 就是這是一個數據 這是工作人員的人數 從2006年開始 2006年只有大概10個人以內 那到現在已經 今年已經變成200 2003人了 所以有一點點可怕 那 這麼多人 然後又分散在台灣的各個區域 以台北 雙北大概占50% 其他地方 的人其實蠻多 也都蠻多的 然後比例也蠻高的 那再加上說還有 甚至有世界各地的 像 也有在美國的 也有在歐洲的 也有在大陸的 那就算不是工作成員 香港 上海也都還有人在就是忙這個活動 那這麼多人 他就需要一些工具 那以及說 他的 那個 溝通流程其實很複雜 就是 這是 Costcard 2013的時候 我畫的一個訊息流程圖 那這邊只截取一部分 就是議程組 行政組 公關 跟 行銷公關 跟銷售 那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一個一個的箭頭 就代表一種訊息 比如說是 什麼什麼東西的人數 那 這是 其中的一小部分 而且還沒畫完 因為實在太複雜了 我後來有點畫不完 就是實在太多太廣了 那 這麼誇張的訊息量 跟這麼多的 分散世界各地的人 他會需要很多工具 所以以經典來講 我們是用了這些工具 那來做一些 線上的溝通 那有好有壞 不過就是我想 這就是經驗啦 好就是學習啦 那CostCover的想法 其實蠻像是 把Conference 當成一個 Open Source Project來看 那所以他也 會有Folk出去的狀況 也會有Merge進來的狀況 那比如說像 GNV Summit 就是 很多很多CostCover的成員 也過去幫忙辦 那其他Conference CCon 甚至可以說是CostCover 本來一直在辦CostCover的 一群學生 覺得說學生應該有學生的年會 然後所以出去辦 那PHPConf 也有很多人過去幫忙 那同樣的 從那一些Conference 也會有一些東西 被拉回來到CostCover 然後去辦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Open Source Project 那就我來講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Conference By Open Source的Community 那 所以剛剛提的這三個 CostCover的What Why and How 其實意義上 對我來講答案就是 他是Off For跟By CostCover就是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ommunity 跟By the Community 那 所以 這是CostCover的簡介 那 今年的CostCover 在8月15號到16號在中研院 那如果你現在想要 再拿票的話呢 那不好意思 已經沒機會了 就是已經賣光光了 說實在 就是還有最後一個機會 最後最後一個機會 那就是來贊助CostCover 那如果贊助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 恰循那個這個 其實恰循那個戴帽子就可以了 戴帽子的舉手一下好不好 對 就是如果要贊助可以恰循那個戴帽子 那大概就這樣 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繼續貢獻OpenSource Project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